如果悟空成为弗里萨的儿子 他还能成我们熟悉的悟空吗 在另一大会之中 弗里萨在见到悟空的自在提议照之后 就知道自己报仇无望了 当初他却是为了防止超级斯亚人的出现 才消灭了贝吉塔星 没想到因为他的这个举动 反而促使悟空和贝吉塔都变成了超级斯亚人 这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弗里萨越想越气 突然一道声音传入弗里萨的耳中 问他想要把悟空和贝吉塔踩在脚下吗 问言 弗里萨目光为凝 他问对方是谁 这时 一道声音缓缓出现 正是扎马斯 扎马斯看着弗里萨笑的起来 他告诉弗里萨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他不但憎恨孙悟空 他更加憎恨拳王 当初 拳王把他连在整个宇宙都消除了 幸好 他有超级神龙赋予的不死之身 这才让他保留了一丝意识 扎马斯告诉弗里萨 想要对付拳王他们 只有依靠超级龙珠 随即 扎马斯把穿越时空的方法 和召唤超级神龙的咒语 都告诉给了弗里萨 说完 扎马斯的身影慢慢消失 他要继续休养生息了 临走之前 扎马斯祝愿弗里萨一路顺利 在扎马斯走后 弗里萨就陷入沉思之中 只不过 弗里萨的目标 依旧在孙悟空身上 他想到 如果向超级神龙许愿 回到之前 自己不消除弗里萨心 会怎么样呢 这样 悟空就不会被送往地球 也就不会变成超级斯亚人了 更不会有现在的自在 极易悟空了 但弗里萨转念一下 如果任由斯亚人自由发展 那么 贝吉塔还是有可能 变成超级斯亚人的 更何况 还有布罗利这个开挂者存在 这时 弗里萨的奶爸贝里布露提出 可以许愿回到更早的时候 在贝吉塔和孙悟空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灭掉贝吉塔星 这样 布罗利 贝吉塔和孙悟空 都不会存在了 弗里萨天王默默地摇摇摇摇头 他想要的 不是没有孙悟空的世界 而是让那个男人 跪倒在自己脚下 让他沉浮于自己 这个宇宙帝王弗里萨 然后无休止地折磨他 一旁的吉塔和孙悟感叹 让他们活不行 让他们死也不行 这可真是难办啊 这时 弗里萨突然想到 孙悟空是在被送往地球之后 才开始慢慢成长起来的 如果孙悟空是由他抚养长大的 那么 他就可以让孙悟空 跪倒在自己脚下 叫自己父亲 到时候 孙悟空就可以随逆被他拿捏了 想到那个场面 弗里萨不禁笑出声来 弗里萨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 不断在用地球美食 讨好比鲁斯和象帕 还免费帮比鲁斯 完成他的破坏工作 让手下在暗中 悄悄搜集超级龙珠 为了亲口说出那个愿望 他不惜花费精力 学习神的语言 终于 在集齐超级龙珠之后 弗里萨许愿 想要带着现在的实力 回到自己毁灭贝吉塔星之前 等弗里萨睁开眼睛之后 他看到的 就是跪在自己面前的 贝吉塔王 弗里萨告诉贝吉塔王 他这次 本打算消除贝吉塔星的 贝吉塔王听到这话 更实在的原地冷汗滞流 可接下来 弗里萨又笑了 他让贝吉塔王不用担心 只要贝吉塔王找出一个 叫悟空的死亚人婴儿 作为奖励 他可以允许贝吉塔星 继续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 之后 他还要求贝吉塔王 把悟空的记录 从贝吉塔星上彻底消除 就这样 弗里萨带着婴儿悟空离开了 他特地保留了悟空的名字 还从小让悟空叫他爸爸 给悟空洗脑 要永远忠于他 他去打谁 就让悟空帮他打 谁来打他 也让悟空帮他打 还就是要享受那种 极致的控制欲 小时候的悟空 解救下一只小恐龙的时候 弗里萨会当着汉的面 杀死恐龙 弗里萨教导悟空 弗小就是原罪 弗小的人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弗里萨非常享受着这一切 特别是当悟空 喊他父亲的时候 弗里萨许愿回到 贝基塔星被毁之前 领养了悟空 并消除了悟空的所有记录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在萨伯和多多利亚的训练下 悟空已经变成一个 强壮的小孩了 特别是四亚人 濒临死亡 复活增加战斗力的特性 使得12岁的悟空的战斗力 就已经达到了34000 这一天 弗里萨的飞船上 迎来三位客人 正是小时候的 贝基塔 拉蒂斯和拿小帕 他们在得知 看到悟空的尾巴时 他们彻底凌乱了 弗里萨大人的儿子 居然是一个塞亚人 难道 这是弗里萨大人 跟塞亚一族的某位女人 结合生出来的孩子吗 悟空的身份 引起了三人的兴趣 就在他们准备 跟悟空搭讪的时候 弗里萨出现了 他告诉贝基塔三人组 这次召集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让悟空作为队长 带着他们去征战宇宙 这一切 都是弗里萨刻意安排的 还就是想看看 悟空对自己的忠诚程度 看看他会不会 在弗里萨等人的蛊惑下 背叛自己 弗里萨给他们安排的星球 是拉嘎星 刚到星球上 悟空就带着贝基塔他们 去找这个星球上的最强战士 很快 他们就找到一个 衣着朴素的老头 老头问悟空 为什么要侵略他们 悟空直接骂他愚蠢 没看见他们是弗里萨军团吗 还问为什么 妖怪就怪你们太弱了 说着 悟空一发气功波 就解决了他们 看到这一幕 贝基塔神情凝重起来 他用探测器 看过悟空的战斗力 只有一万 略弱于自己 可那个老头的战斗力有九千 就算是自己对上 也是一番苦战 悟空居然能一招秒了他 贝基塔越想越气 就算悟空是弗里萨的儿子 可他依旧是个萨亚人 他绝不允许 别的萨亚人超越自己 悟空瞥了一眼贝基塔 又看了看老头的残渣 回歇哼了一声 真是个战无渣 这样的星球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说着 悟空就准备摧毁星球 这时 贝基塔阻止了他 贝基塔告诉悟空 他们征战星球 是为了贩卖星球 而不是为了毁灭星球 听到这话 悟空转头看着贝基塔 眼神之中慢慢浮现出杀意 贝基塔 你是来教我做事吗 拉底斯很大想怕 看到悟空的眼神 开始害怕起来 这可是弗里萨大人的儿子呀 贝基塔你惹他干什么呀 贝基塔此时意识到 自己说错的话 可他是斯亚人的王子 他的自尊心 不允许他向另外一个斯亚人递猴 下一秒 悟空身形一闪 一拳打在贝基塔胸腹上 贝基塔被一拳打倒 晕死了过去 悟空欺虐地看向贝基塔 不断地发出嘲笑的声音 斯亚人王子就这 简直是个笑话 之后 悟空就面对拿帕和拉尼斯 把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 打扫干净 就这样 在之后的日子里 悟空除了在弗里萨那 接受训练之外 就是带着贝基塔他们 征战宇宙 直到这天 贝基塔他们来到了地球 到了地球之后 悟空纳闷 地球这个星球残破不堪 没有丝毫价值 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派他们来 就在这时 贝基塔告诉悟空 这里不是弗里萨 给他们安排的目的地 是他专门带他来的 悟空神情隐狠起来 他问贝基塔 是不是想在这里 抱上司一拳之仇 如果他认为 自己能做到的话 尽管来试试 贝基塔解释 他引悟空来地球 是为了龙珠 这是 他在征服其他星球池 听到的传说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查到 龙珠在地球上 悟空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纳闷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 贝基塔自己不用 却想要拉着自己一起 这不符合贝基塔的风格呀 贝基塔缓缓开口 他告诉悟空 他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的亲生父亲 是一位塞亚人 他也是塞亚人 而弗里萨 不但不是他的父亲 更是他们贝基塔星的 最大仇人 他们可以利用龙珠 拥有不死之身 然后联合起来 一起去反抗弗里萨 然而 悟空根本不相信贝基塔的话 他觉得 这都是贝基塔的阴谋 他可是高费的冰冻恶魔一族 怎么可能会是低剑的塞亚人呢 眼见悟空不配合 贝基塔和拉里萨三人 直接动手 他们准备杀了悟空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悟空居然能控制战斗力 而面对全力示范的悟空 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 悟空一发气功波发出 贝基塔三人的身影 消失在原地 随后 悟空立即返回弗里萨飞船 去找弗里萨求证 弗里萨告诉悟空 这都是那些低剑的野猴子的谎言 他可是堂堂宇宙帝王弗里萨的未来继承人 怎么可能是塞亚人呢 说着 弗里萨就让悟空带着多多利亚 去毁掉贝基塔星 这一次 反抗到最后的仍然是巴达克 悟空愿对巴达克的牵手 心中有些触动 可要最终 还是扔出了星际毁灭蛋 就这样 贝基塔星和巴达克 没有死在弗里萨手中 却毁灭在悟空手里 悟空居然亲手毁了贝基塔星 弗里萨看到悟空真的按照他的命令毁了贝基塔星 他觉得 自己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悟空 他现在越来越觉得 自己抚养悟空这个决定 就是一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 接下来的日子里 弗里萨开始亲自训练悟空 在弗里萨的训练下 悟空已经能找握超二的变身了 弗里萨记得 悟空应该还能进行蓝色的变身 那个形态更加厉害 于是 他告诉悟空 他要去找一个人 如果顺利 就能让他变得跟神明一样强 只不过 他需要悟空在他离开之前 去解决掉古拉 古拉这个家伙 老是跟他抢地盘 要不是他的父亲不允许 他早就干掉古拉了 正好 现在有了悟空 他就不需要自己动手了 到时候 只要把锅推到悟空身上就可以了 弗里萨走后 悟空带着多多利亚 去了古拉的领地 悟空二话不说 直接开始轰炸 没一会儿 古拉机甲战队出现 特替悟空助手 悟空不懈地看着他们 让他们赶紧去 叫他们的主司出来 以后 这块地盘 就会弗里萨集团所有了 沙扎维气了大骂悟空 只是弗里萨养了一只宠物猴子 不要太嚣张了 悟空邪笑着看着沙扎维 一个气功波就叫他送走 军队的爆炸 也起了古拉的注意 等他赶到这里 他的手下已经全军覆没了 悟空告诉他 本来他只想要这个地盘 但是他的手下太不懂事了 让他很生气 不过 看在他受他大伯的份上 他让古拉自尽 这样 他可以留一个全尸 悟空的这番话 让古拉怒火燃起 这些话 从来只有他对别人说 什么时候轮到 一个小野猴子来他这里撒野 古拉二话不说 直接变身 然后冲向悟空 只是 他的实力跟如今的悟空差距太大了 他的拳头打在悟空身上 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随即他飞到空中 释放自己的大招 灭绝流星弹 但是 这招被悟空轻松反弹回去 而古拉 也在自己的大招之中烟消凝散 悟空让多多利亚告知全宇宙 以后宇宙中再也没有古拉军团 只有弗里萨帝国 只是悟空刚回到飞船里 却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向他们靠近 来人正是库尔德 他脸色阴沉地问悟空 为什么私自灭掉古拉 是不是弗里萨支持他做的 悟空淡然一笑 亲切地叫着布尔德爷爷 他一脸无辜地说 是古拉下动的手 他只是随手 消灭了古拉大爷的几颗杂兵手下 古拉大爷就要对他下死手 还是迫于无奈才反击的 库尔德弄从心起 但他知道 悟空能面倒古拉 自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他只能无能狂怒 他嘴里不断地咒骂着 弗里萨就不该带悟空 这个杀人的野状回来 等弗里萨回来 他一定要让弗里萨狠狠地收拾悟空 就在库尔德回头刹那 悟空的地王光线 已经穿透他的胸膛 悟空笑呵呵地对着库尔德开口 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了 说完 悟空就开始嘲讽 古拉和库尔德真不会是父子 明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却还要挑衅他 说完 就让多多利亚释放气功炮 让库尔德彻底消失 做完这些 他来乱看着身后的多多利亚和萨伯 让他们明白 面对弗里萨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就在悟空消灭了古拉和库尔德之后不久 弗里萨就回来了 他还带来了比鲁斯和维斯 原来 他之前是去了比鲁斯星 还极力推荐悟空 成为他们宇宙的后部破坏神 在一番考察之后 比鲁斯非常满意悟空的表现 维斯却觉得 悟空确实是很好描字 只是跟着弗里萨学的有些坏了 如果没关系 他可以好好调教一番 于是 比鲁斯和维斯就带着悟空回调了比鲁斯星 而弗里萨的目的很简单 他知道 自己无法取代弗里萨斯 但是现在 悟空已经被他彻底掌控了 只要让悟空取代弗里萨斯 成为这个宇宙的破坏神 他就是破坏神之父 到时候 还不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那么 弗里萨的计划能够成功吗 六月壮壮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说